我们在1月1号开始推出一个新的计划 那个计划就是用一个现金的鼓励的方式 令到本地的旅行社 可以在香港搞多些本地的绿色旅游的活动 那个目的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当然就是支持绿色旅游这方面 绿色旅游是在我们的旅游蓝图里面 一个近年来我们是推动得比较多的计划 另外这个也是环境局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范畴 这个跨局合作计划希望能够鼓励 在本地充分利用我们的绿色旅游的资源 第二部分的目的当然就是 去支援现时首当其冲的旅游行业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给到本地的旅行社 和他们的渡游领队是有多些的生意 那个计划的简单的内容就是 如果是符合这个计划的要求的情况 旅行社是可以每接待一位本地的旅客的时候 我这个计划里面是资助它一百元 每间旅行社的上限去到五万元 这个鼓励金就是有助于这些旅行社 去推动本地的旅游计划 条件也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合乎资格的旅行社必须是香港的 所谓持牌的旅行社 就是说在旅议会下面登记的旅行社 亦都是这个计划去的地方 必须是在我们计划里面指定的一些绿色的景点 第三就是他们必须要有 聘用这个旅行社里面的领队或者是导游 同时在那个活动里面是必须要有交通 以及食肆的安排 这方面也对相关合义有所帮助 所以这个计划是简单单的 希望在春天1月1日开始为期六个月 我们是预料了大概五千万元资助这个计划 资料 全资料 也安那好了 那些人 皮夹 肥子 saker 为什么 怎么